連續四天的復活節假期 吸引不少人出來玩 熱門好去處 怎能少得西貢 這集行山路線 和水上活動於一身 又有沙灘和不少美食 所以假日西貢都人頭湧湧 人多自然問題都多 就好像交通問題 其實一直纏繞西貢居民 去西貢的路線不多 好像坑口站這裡 今天早上未夠11點 排隊搭車入西貢的車站 已經出現長長人龍 第一次約他們才假期去 我通常假期不會去的 為甚麼 多人 怎麼多呢 你看看吧 差很遠, 今天多很多 從來沒見過這樣打蛇餅 人山人海, 好像逛花市 你預期今天會否很塞車 我想會 你覺得會塞多久 我想回程可能坐底超過一小時 有西貢居民說 平日交通情況還可以接受 假期擠塞程度簡直令人無法想像 平日很多人 怎麼多人發 不知道為何會這麼多人 不知道從哪裡來 明天乘車也會有影響 時間長了, 都要等半小時 我想多多幾回 是很塞的 我們上班就知道 預早一點 而且也想起路線比較好 否則我根本兩邊都會塞 現在出沙田也會塞 而且出九龍也會塞 對,還未預早 預早半小時至一小時出門 五時左右 人們已經開始離開西貢 乘車出去 當時有車輛排到你身邊 看到那些車輛的人… 很能力 除了出入受影響 區岸人放假入西貢玩 西貢居民在假期 每個人寧願留在家裡 下街逛逛也不想 影響是有的 不過我們會避開 寧願不下街 或者如果要外出,早點外出 避開那些人潮 我平時會外出享受咖啡 假期無謂跟別人逼 我就留在家裡 在這種時間買東西回家吃 還跟別人在外面逼 現在放下口罩也不想 現在還是早,12時多 兩點…兩點開始… 你去喝茶,全部都爆發 我們走一時… 在家裡時,我看家裡 跟他吃飯走出來 甚麼?一餐廳都排隊 真的很誇張… 凡事體裡面,西貢人流多 某程度上都有它的好處 我覺得有得有失 帶旺衣區是可以的 不然…其實早輪第一波 我看到這裡也收拾了很多店 但很快可以開門 也是因為這些人潮進來光顧 疫情方緩 再加上復活節假期 所以室外地方就逼爆人 排長龍 只不過室內地方也要排長龍 有些可能還要等一個月才行 說的是酒店自助餐 預約才行 要上個月預約才行 那你等到嗎? 等到,我預約了 不過還沒時間 你知道難不預約嗎? 你問他吧 因為他不打針 所以沒得吃 打完 以這間酒店為例 午市自助餐平均價錢 約四百元一位 眨眼看入座率也有八成 晚市堂食 雖然4月21日先放寬 但市民已經蠢蠢欲動 想訂桌吃晚飯 到底訂位情況又是怎樣呢? 我們就以顧客身份查詢幾間酒店的預約情況 有酒店的自助餐 更加要排到五月才有位 有錢都未必這麼快吃得到 最快就五月三日 五月三日? 是 哇,你們好旺 那晚餐呢? 晚餐最快就五月二日 而市民想拆餐廳的 又怎只得自助餐呢? 他們都很期待晚市堂食的內臨 想吃甚麼? 喜歡吃的東西,全部都會去吃 例如呢? 例如日本東西呢? 吃平日午餐吃不到的 例如呢? 酒樓吃回晚市 現在有消費券,誰請? 沒所謂,都是政府給的 叮擋吧? 給小時… 好 watch 回水給我們 回水給我們 通訊